大家听过玄武门之谜这个事没有 玄武门之谜按史书记载 李渊在宫里一直都不知道 李世民把事都办了 把他哥的地都已经治了 进到皇宫 但是呢 很多人通过各种分析 李世民早在治李建成他们之前 已经先派人把李渊控制住了 因为李渊在的那个地方 跟玄武门很近 就无论如何呀 也不可能说是一点都不察觉 这就是玄武门之谜 我觉得玄武门之谜啊 最大的谜团就是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谜的 大家想想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吗 就李世民在干玄武门之前 他先派出一拨人 把李渊控制住了 这个东西很耸人听闻吗 对吧 这就是基本操作中的基本操作呀 对呀 尤其从南北朝过来的 这种事都不算什么呀 只有对什么人来说 这个东西还哇 是个新发现的 只有你真的相信 李渊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 或者是压力 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 我本来就想干李建成 或者说 反正李建成他们都死了 那也只剩下你一个李世民了 我就把权力交给你吧 你能感觉所谓玄武门之谜 揭开了一个多么大的谜团 建文帝是死了 还是隐姓埋名了 其实确实是有一条 关键的逻辑是可以说明的 朱棣造反惊战之意 是从北京一路达到南京 大明其他广大的地区 他并没有派兵直接攻占 如果建文帝没死 还跟着一群大臣 从北京跑出去了 那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销声秘迹呢 他到哪儿都可以把身份一亮 那我是建文 咱们干住地 那必然有人响应 大家觉得这条逻辑有没有力度 如果你认为没有力度的 那你如何反驳这条逻辑呢 那建文皇帝为什么出去之后不起事呢 尤其就算他不起事 跟着他一起出去那些大臣 他们也不起事 他们也没这心思 南明那些皇帝 他们有的也不太想起事的 大臣在他的身边 你不起不起 裹挟着都得起事 可能出了意外 被山贼杀了 生病死了 那也是死了 就不管怎么样 他在我看 他确实是死了 这句话是白起说的 但是白起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 长平之战已经结束了 秦国又去打超国 打到邯旦 邯旦之战又打了好久 打得非常辛苦 秦朝向王觉得 不行 还得白起出马 让白起上 这会儿白起说的 秦军已经损失过半 要么是长平之战 包括汉坛之战 要么是单讲汉坛之战 但无论如何 他不是只说长平之战 秦军损失过半 有人说 朱祁镇面对敌人 还算临危不乱 同样是皇帝被敌人抓住了 刘耀是怎么表现的 石乐也让他写信 劝详他的那个政权前兆 刘耀写信 就是你们不要管我 向我开炮 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而且历史上这种人事 也不是什么特例 你是个皇上 你被敌人俘虏了 在战场上 你就降了 让你去劝降 你就去劝 这是很没脸的 这个还临危不乱 对啊 人比也宁死不去 对 尤其是还是你 他妈自己出去浪 你要像司马家 就吸进最后那两个皇帝 你是被人打入赌场 想了 那好像未必是你的责任吧 刘耀他确实也是出去打仗 被擒的嘛 明英宗算是出去打仗被擒吗 出去现眼被擒了 还好意思叫门 而且明英宗 他复辟之后 也听他们不上道的 他又是重用 就扶他上来的那几个人嘛 当然这个呢 你可以说是政治原因 他只能依靠这么几个人 但最后的结果 他又跟王震一样 就包括到他最后 都复辟了 还怀念王震呢 这人一辈子都没反省过自己 当时就是要把他迎回来的时候 有使臣去了吗 到蒙古那边 前面跟他说 您不应该信任王震 导致那么多明军将士阵亡啊什么的 明英宗就当下什么反应 不乐意了 你就想想这个人 他完全没有一点反省